防疫期间 许多人都会在家里 稀释漂白水用来清洁杀菌 但国外却发生 有民众把清洁净和漂白水混搭 结果产生有毒气体 导致中毒的案例 专达表示 漂白水的成分主要是次氯酸钠 遇到盐酸会产生氯气 碰上高温也会产生致癌物 民众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注意 你好 我来做消毒杀菌 戴上手套口罩 仔细喷洒消毒药剂 疫情期间 民众在家用漂白水吸食消毒 成了抗疫的重要日常 但是漂白水跟清洁剂 可千万不要混搭 一旦用错 恐怕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我们碰过好几次 是把漂白水跟盐酸混合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氯气 那因为氯气 它本身就是碰到 我们吸到我们的鼻子 或者是咽喉或者气管 它就会变成盐酸 那就会产生很厉害的伤害 大家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迷思 认为说我要消毒 漂白水消毒很好 所以我就浓一点 越浓越好 不是的 专家分析 漂白剂的化学原理 其实就是利用氧化还原反应 来达到漂白的效果 主要分成氧化型 与还原型两种 氧化型的漂白剂 包括了过氧化氢 次氯酸钠 主要担任氧化剂的角色 还原型的漂白剂 则是二氧化硫 亚硫酸等等 在反应当中担任还原剂 氧化还原它真正的定义 不是只有与氧结合 没有与氧结合的时候 也可能产生氧化还原 它就是一个得失电子的概念 失去电子的这个物质 它做了氧化反应 得到电子的这个物质 它就做了还原反应 而一失一得之间 它需要有丢 有得 所以氧化和还原是同步产生的 那么漂白剂为何能够达到 杀菌消毒的作用呢 关键就在于它最主要的成分 次氯酸钠 经过水解之后会产生次氯酸 是个很强的氧化剂 可以用来杀菌消毒 不过要达到消毒的效果 加水稀释的过程就至关重要 漂白水本身是次氯酸钠 你这个必须要经过稀释 像我们讲稀释到1% 它才具有这么好的一个杀菌力 专家提醒 使用次氯酸钠的清洁剂 一定要避免与盐酸混搭 以免产生有毒的氯气 损害呼吸道 而家中刚装潢好的木柜 塑料地板当中则含有权类 一旦碰上漂白水 也可能会产生危害人体的有害物质 这样的漂白水 去跟权类反应的话 它其实产生的一个物质是更毒的 它是恶绿甲基米 这个米类是一级致癌物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好用 它其实也有它一定的危险性 次氯酸钠与生活息息相关 包含了游泳池消毒 清洁厕所都会用到 但除了不要跟清洁剂混搭之外 也千万不难加热水使用 以免产生有毒致癌物 那你用热水去加速了这个反应 那次氯酸在高温下 它其实又会产生滤纺 滤纺又是一个致癌物 就是说不管它走的是哪一种机制 它其实产生出来的物质 对身体都很不好 我想在史丘上第一个 你的个人防护应该要做好 譬如说你该戴口罩 然后手套 另外不要觉得说 因为它是清洁剂 所以我要多用一点 效果会怎么好 疫情之下消毒整洁 漂白水是生活中常见的好帮手 但可得正确的使用 以免过犹不及 反而酿成意外